苗栗竹南的环石路目前是在进行道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 不过有民众就控诉说家门口的梁柱莫名被挖出一个大洞 不但水管被挖破了 里面的钢筋也直接被切断 担心住家结构出问题 而幸福初步的调查是承包厂商施工不慎所导致 已经安排专业的结构技师前往鉴定 将持续的追踪处理状况 工程人员蹲在人行道拿着工具朝墙壁钻洞 施工到一半突然有水往外喷 因为他们不慎挖破水管 但不只有这样 这户民宅门口的柱子被挖出一个大洞 可以明显看到直的和横的钢筋都已经被切断 这样的状况让屋主不能接受 认为苗栗县府应该要负起责任 苗栗县政府他既然爸爸他有监督的职责 维护我们百姓的财产 苗栗县府正在进行竹南镇市区五十米主干道 环市路的道路 还有人行道改善工程 但施工厂商四月底不知为何 擅自将他家门口的梁柱挖洞 还切断结构钢筋 挖破水管 虽然水管已经紧急修复 但钢筋被切断的问题 拖了快一个月 人未处理 担心房屋结构受损 陈包商表示已向台中市结构计事工会申请安全鉴定 县府强调 鉴定后的补墙改善工程 将由包商无偿承担 也会请第三方公正鉴定单位 出去报告书 后续会追踪包商处理状况 记者秋水彭安群苗栗报道 给按照合我 吴佑是